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那个方向 如果民进党也是支持劳工的方向的话 其实休假的 我们的休假日数确实跟欧美新京国家比是比较少 只是说在增加的企业成本上 我们应该是说那个方向往那个走 那个方向走 至于跟企业跟劳工之间的磋商 要怎么磋商 我觉得那个是可以谈的 但是现在刚刚搞得很僵 我们今天会谈这个问题吗 好像不会 行政法院和大法官斗法奇观 这个很有趣 李念祖律师又写了一篇很精彩的文章 好像也看了这篇文章 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先讨论这个话题 对这是市自741号解释 也是最新的 那也是新商任的大法官的第一号解释 那他在讲的 其实他的内容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一般申请大法官解释之后 就会觉得你的案子本来是 譬如说你本来被判败诉 白话的讲 那你申请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认为你的意见是对的 也因此宣告了某个法律违宪 那下一个问题是 法律违宪的那我咧 这是一般人民会想的 我就是要找大法官来帮我 怎么说 翻案 因为行政法院翻案 不一定有冤屈 但是就觉得 其实我的意见才是对的 好那问题来了 今天大法官说他那个法律违宪的 那但是大法官 因为我们国家大法官制度 比较比较特别了 我们学人家那个欧路 就是说什么抽象解释 所以以前最早开始的时候是 你在做苦工 别人在降服 意思就是说 我很辛苦把我案子打到大法官 大法官认为案子违宪的 但是你的案子 抱歉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过去就过去了 不溯及既往 你是 也不是不溯及既往 也可以这样讲 但是就是说 因为你的案子已经确定了 很抱歉你在做功德 你做功德 后面的人当然就可以想说 因为法律就违宪了 以后的法官就不会再用这个法律 但是你这个案子过去就过去了 谢谢你这样 谢谢再联络 可是为什么我记得 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只有一个案子 就是那个走到路上 不必要带身份证的 零检案 没有啦到后来其实大法官 就透过一号又一号的解释 慢慢的开放 就是说好那你这个个案 我们叫做原因案件 法律书也叫做原因案件 就是你这个个案 也可以申请再审 那如果是刑事案件 还可以申请非常上诉 所以譬如说徐志强案 他就是透过 加州长提起非常上诉 然后再开启再审 的一个案子 徐志强案跟大法官有关系吗 有啊 4582号 4582号就是徐志强是 第一个死刑犯 因为大法官解释而犯案的 第一个 这也是他的指标 但是因为后来 大法官有个考虑 大法官创的 因为以前他只有宣告法律 违宪或不违宪 后来他有另外一种 蛮新的方式 意思就是说 大法官宣告这个 这个法律违宪 但是他给他定一个时间 两年内要修正 或者是一年内要修正 我们这个叫做 现实立法 现实修法 那他有一个考虑 当然就是说 他讲的很好听的理由是说 我宣告他为先 但是给立法机关一点时间 这是一个降低冲击 因为法律要调整了 你相关的周遭的配套 还有你安排你的生活 都要随之的调整 需要一点时间 那立法机关 行政机关也需要一点时间 第一个是给你一点时间 然后你慢慢的去做通盘的考量 那第二个是基于司法权被动的谦卑 我谦虚 就是说这个法律要怎么立 其实有很多的立法的方式 再举刚讲那个七天好了 七天可以完全不给 也可以给 但是你也可以协调 我们是如果是这样 我们是各量颁布给个三天半 之类的 我随便举例 随便举例 所以大法官基于这个行政权 应该谦虚一点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给你一点时间 给你一点时间 让你好好的去修正这个法律 不要就直接选高危险 好啦 大法官心里的想法是这样 我们善意的解读 但是行政法院是老大 最高行政法院 你要知道 以前的最高法院 跟后来的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其实他们跟大法官之间 是有一些心结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文章的标题 会下成这样 就是他们在斗法 因为简单的讲 谁都不服谁 这一群那个 行政法院的法官 最高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跟最高法院的法官 他们其实就是像 尤其是大 我刚讲的 许志强的四字五八二号解释 因为他是推翻了 他是推翻了最高法院的判例 那这个也是一样 这也是大法官推翻了 那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 食物界的法官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爽 讲白话就讲 他们非常不爽 因为他就会觉得说 你大法官凭什么 那他推翻了这个判例是什么 就是说在这个 我刚讲的这个 限期修法 限期失效的这个大法官解释 这一年内 我问你好了 假设你是那个打大法官事先的人 你打赢了 然后大法官说 大法官说 这是一个逻辑问题 帮你一下脑筋解完 大法官说 一年内这个法律失效 那逻辑解释是 这一年内是有效还是没效 这一年有效 有效嘛 然后所以你如果是 你好不容易打来一个大法官解释 那现在也承认说 你这个案子可以拿去再审 或者是非常上述的 你拿去的时候 你用这个理由 然后你遇到最高法院的法官 跟最高行政法院的法官 然后你会怎么解释 到底这个法律是有效还是没效 当然好 这有一点两难 是不是 所以最高法院的法官 其实就是看你一个态度 逻辑上解释 这一年内这个法律是有效的 或者是说尚未失效 所以在他行政法院 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法院上面有事 尚未失效 还是有效 所以你还申请驳回 麻烦你一年后再来 你一年后再来 你知道吗 那就是这样 然后你若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你站在法官的立场 官本位的立场 你让我觉得我这个合措之友 逻辑上解释的通 逻辑上解释的通 那你总不能说 这我不能够违法 而且大法官是说 一年后失效 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违法 好 但是理念主律是 就是要挑战这个 挑战这个想法 大法官也是要挑战这个想法 他就是大法官 在做这个四七一号解释 就是明明白白 七四一 七四一号解释 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你 就算在这个一年的期间 这个法律虽然没有失效 但是你要本着大法官解释的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给他救济 说完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这一件事情 我们要前前后后经历的 三四个大法官的解释 才有办法达到这个境界 你看那个人民有多殴 所以 所以那个 理念主律师还会讲 司法之路千山万水 他是用这个比喻 所以 大法官为什么不直接就说 法规无效 你就给个修法的期限 这也是理念主律师的文章里问 你说什么 给个修法期限 但是修法期限 不是 你不直接说他 法规无效吗 为什么要给一个修法期限 我刚刚有讲了 就是说 有一种做法就是说 你不用给那么宽容 但是你给那个宽容的期限 有他的考量 那这个是一个判断 那事实上 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冲击 唯一会受到影响的可能是个案 还有在审判当中的一些案子 那如果说 他现在呼吁的就是说 最高的是宪法 不是最高的不是法官 既然违宪 既然违宪 就宣告废弃 不是吗 你就要秉持着这个意志 去做裁判 他是要鼓励每个法官心中 都有宪法议事 意思就是说 即便在这一年内 因为他会影响到了有谁 第一个就是那个申请示宪的案子 第二个就是其他类似的案子 目前正在最高法院 或者是最高行政法院 还在审理当中的案子 你明明知道 那个大法官已经宣告 这个法律是违宪的法律 你在解释的时候 其实法官本来就是依据法律独立审判 你在解释的时候 其实你就要依照那个最高 其实就是宪法 宪法的那个意思 去解释法律 那你去解释法律之后 得出来的结果 其实就会是符合 保障人民的结果 或者是说符合大法官解释的结果 你就不会受到 我刚刚要问你的 那个tricky question的限制 你就不会拘泥说 我还在一年内 那我要怎么办 有的法官稍微好一点的 他会暗着白着 他把案子白着 大概白个一年 白一年 然后再直接判掉 就避免争议 但是其实那个都是 自己的心理作祟 因为你这样判 这样判跟那样判 其实说穿的 站在人民的立场就是 你在那边 那个拘泥于文字 还是拘泥于逻辑 你自己觉得 这个好像是对的 但是到头来 其实你侵害的是人民的权利 还有时间 我们常说 迟到了争议 不是争议 你侵害了人民的权利 然后你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 这个也是司法会被诟病的原因 尤其是对于 你要知道 尤其是对于那个原因案件 那个原因案件 其实一路要这样 你知道要 一审 三审 三审 然后败诉 确定之后 你才可以申请 大法官解释 申请大法官解释 以我们过去的效率来讲 你要等多久 等到 大法官解释出来之后 你还要再等 所以他就讲 这一个 4-741号 他本来是4-709 所以等于是 他要打了两个 他不但打了三审的诉讼 再打了一个4-709 赢了之后 他去申请再审 又败诉 又败诉之后 他要再申请大法官解释 大法官要把你的案子 捡起来两次 其实还蛮不容易 他这次还好 运气还不错 又被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才又做了 这个是741号 之后他才可以去申请 他才可以去申请再审 不是他案子翻 还没有翻 还没翻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 你大概有多少的青春岁月 可以这样子打案子 所以这个是 一般人民对司法的感觉 就是觉得说 哇塞 就是行政法院 太过度的欠缺 宪法意识 对 结论是这样 就文章的结论是这样 这些专业的法官 从开始学习法律的研习途径 第一个碰到的课题领域 不就是宪法 以前刚好相反 现在是这样 以前的法律的教育 刚好相反 以前的法律是不重要 什么叫做以前 以前的法学教育 宪法是不重要 宪法是这样的不重要 你从那考的分数就知道 你知道我们以前 譬如说考试的时候 宪法跟国文是合并在一起 两科只占百分之十 其他的是占百分之九十 其他的法律 国文怎么不重要 国文跟宪法 两个是相对不重要 可是 学法律的人 不是正要在文字的 说游戏吧 文字的修持结构里面 去掌握最清晰的概念 你这样讲也对也不对 但是这个牵涉到 你要不要考国文这件事情 因为你知道司法考试 其实法律的考试 其实到后来最后一定都是笔试 那你笔试的时候 你一定是文笔 你的文笔太差的话 基本上你的笔试不太可能过关 这个倒是 所以关心非常私人的 我知道 当然 你这样讲 就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 所以大家才会考国文 但是你要知道到后来 国文的考试方式 是不是合理 其实是值得讨论 我说值得讨论 为什么牵涉到这个问题 有一个更基础的怀疑或疑虑了 那就是我们既然说要尊重宪法 而且本来所有的法律 都是或者是什么规则 什么这些规章 都是从宪法的架构里面延伸出来 没错 宪法又是最简明的文字 那需要更繁复的理解 或者要应付更繁复的事件 跟现象的时候 就需要更细腻的文字 去掌握 或者是去翻译 没错 那个叫做 我可以用英文来讲 譬如说 外国的话 他们很重要叫做 legal writing legal reasoning 这个是你在法学 书写的时候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第一个你要论理 还有那个writing是论述 论述能力 跟论理能力 其实非常重要 论理就是你至少 那个架构要合逻辑 架构合逻辑 坦白讲 我们现在的国文 考不出来这个东西 我们考不太出来这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你那个文笔要流畅 清晰要好 对不对 好 我完全同意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判决书 法律语言是文摆夹杂 甲义甲序 基本上那个问题是非常非常 刚好是 刚好是违背你刚讲那个重要的 就是你明朗清晰 对 刚好相反 而且非常适合 把你不想要讲的东西隐藏起来 文摆夹杂有这个作用 是 你不想要让人家发现了 你就通通把 你就通通把 隐藏在 隐藏在 监设的文字里面 对 这个其实是不利于 不利于法律 人民 之间的沟通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一直在讲 法律百合文 法律百合文 所以你刚讲 那个文笔好的 真的 文笔好 但是你没有那个 我刚讲 reasoning的能力的 其实你写出来的东西 我们早期的 早期的一些大师 其实很多都会变成是一种 一种 怎么说 说文解字 我们半开玩笑的时候 就是变成是说文解字 因为法律真正的精神也好 它真正的意义也好 其实不在那边 要不然你就是 当文学家好了 给个说法 单元民间四改基金会的执行长 高荣志律师 在我们的现场 高律师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 跟新任的司法院长有关 对 许中立 嗯 司改的第一步 诶 司法改革 听起来也很手 你讲四改 你就回头 谁叫我 民间四改 许中立的司改第一步 有限度的要公开 法官的个人资料 对 这个 呃 那个时候 他在提他的证件的时候 好像没有特别提到这一点 嗯 但是他后来上任之后 他的意思是说 有一些马上可以做的 就是他的司法行政 决定了就可以做 不一定要等到什么 开国事会的时候 再拿出来讨论 嗯 那他决定了就可以做的 那这是他其中一个 所以 他要公开什么呢 公开法官的资料 他刚刚讲的 呃 包括 譬如说他有分啊 一个是司法院里面的厅处主管 嗯 那因为厅处主管 他 呃 我当然 大概 大家 大概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就是说 因为他掌握了一些 行政的权力也好 他本来就要对外也好 所以 他可能必须要 譬如说 呃 院长他要公开姓名啊 照片啊 嗯 啊 现在的 呃 不是 他是说法院院长 就说听处局长 他要公布姓名 嗯 照片 现在的职务 学经历 嗯 这样子 那院 院长公开的也是比较多的 姓名 照片 嗯 现在 承办的事物 然后他的专业的案件的类别 嗯 就职日 这些基本资料 所以你可以知道 听处主长 就是主管级 跟院长 他是有公布相片 嗯 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法官的话 大概就是 呃 名字啦 他现在办什么案件 他的专场是什么 嗯 但是没有照片 没有照片 没有照片 我觉得这个合理的 这可以接受 没有照片 为什么 避免被 漏售啊 还是被骚扰啊 平常的 我说法官啦 嗯 法官啦 就说 欸 公布的照片就比较好去对出来 我要送礼 比较容易 你讲的骚扰是这个意思吗 哦 有 这是一种啦 另外一种 公布另外一种 对对对 一种是 那个送东西 一种是找麻烦 都有可能啦 嗯 嗯 那 讲这个其实 如果大家还有点印象的话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弄了一个民间版的四百洋光 那时候被围剿的很惨 嗯 围剿的很惨 那 那当然呃 原因很多啦 主要是 但是我觉得那个理由其实都不太成理由 因为他 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现况 你要先理解我们国家的现况 我们国家的现况是官方要取得人民的资料 非常简单 而且大家要知道哦 其实我们很多的资料 基本上透过资料库现在都串联在一起 所以其实是很可怕的 譬如说你的护证纪料 资料 嗯 你的税籍 你的信用卡资料 信用卡 信用卡的资料 然后再来你的健康保险的资料 你的健保资料 就诊的资料 嗯 其实是很容易被串起来 嗯 那被串起来之后 如果再加上你有被监听的话 呵呵 再加上你有被监听的话 这些资料 其实比对之后 大概你的生活怎么样 八九不离十可以猜得到 嗯 大家都艺人了是吧 呵呵呵呵 都是综艺咖啊 所以所以其实呃 在台湾政府掌握人民的资料 其实是相对来讲是很很高的 但是反过来 我们有政府资讯公开法 我们要求政府要公开呃 政府里面的资讯 相对来讲是薄弱的 嗯 而且本来这个所谓的 我刚讲的一个是政府资讯公开法嘛 另外一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 有趣的是本来设计的目的 个人资料保护是要保障 个人保障民众 哎 政府资讯公开是要要求政府 现在有点反过来 嗯 现在是个人资料保护 都是官方在用 嗯 我不公开资料 的时候我说个人资料保护 嗯 那因为这两部法律 难免都有一些 因为资料种类太多了 不一而组啊 所以难免都有一些解释的空间 这是那个时候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 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其实公布的 其实现在想想很憋啦 因为我后来去看了一些国外的资料 我们公布的东西只有什么 我们公布的东西只有法官的姓名 还有检察官的姓名 学经历 嗯 讲诚记录 那那时候还有放了一些 你去google都找得到的新闻 嗯 那后来因为他们觉得新闻 呃因为媒体啊新闻报导 对与司法非常不友善 所以累积在那边其实对司法的那个形象 是一种损害 嗯 我们也觉得好啦 好像有道理啊 因为那个每次我们民意调查的时候 对那个信任度的话 职业度的 譬如说之前天下杂志调查 那个最不信任的职业 第一个是法官 哦 第二个是记者 嗯 第二个是记者 所以我们也说 但是法官公布 呃 记者公布法官资料的时候 大家宁可相信记者 哈哈哈哈 所以他讲的也是有点道理 后来我们就把那个新闻也拿掉了 我们变成是放了一个google搜寻 搜寻 所以坦白讲我们里面资料是非常少 嗯 那我们本来的目的也不是 就是只要减资料 因为我们觉得那只是基础工作 我们想要做的其实是后面 嗯 包括譬如说你去开庭的时候 对法官假官的评鉴 那因为那时候一个想法很简单 就是法官的开庭 我们都看不到 嗯 我们进不去 所以希望建了一些基本资料之后 有民众他们进去 还是说律师进去 是 能够把开庭的一些评鉴的 资讯带出来 那最终极的目标是希望 呃 连结到法官的判决 因为法官的判决 我们还不太知道了 还在开发 能做到什么程度 法官的判决 然后能够去评论法官的 判决品质到底好不好 嗯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 但是 呃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不管是我们以前做的非常简陋 跟官方现在做的 其实非常的量 非常的少 如果比 比起国外 他们在做这个资讯公开的话 差太多了 嗯 差太多了 因为 他们在做资讯 呃 国外在做资讯公开的时候 其实面向是非常广 他广到 譬如说 呃 比如说第一个你能不能随时搜寻的到呃法院的资讯 各方的资讯 那最基本的就是譬如说判决嘛 嗯 判决的资讯 判决书或者是已经不记录啊 对各式各样的 那为什么 我们现在还并没有公开 有有有有有 判决书有啦 嗯 判决书有 但是 全部啦 全文 判决书都有 但是有一些是不公开的嘛 譬如说家事案件 他现在是全面不公开 我是觉得有点交往过正 但是这个是立法的决定 那有一些譬如说比较敏感案件是不公开的 不过这个我们国家至少还有做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的那个 呃 资讯包括譬如说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用的 就是法官你自己的 他很有趣哦 他说是你的对外的活动的记录 嗯 你要报告还有你的财产要报告 财产申报我们是有的 对外活动包括譬如说 特别是譬如说你跟政府的高层见面的话 一定要回报 嗯 跟政府 这很有趣 黄世民就要回报 嗯 他有跟马英格见面他就要回报 那譬如说现任的任何的法官或警察官 如果你有跟政治高层见面的话 哎你要回报 就是你要接你要主动解漏 那我只要跟低层见面就好了 定义啦 定义的问题啦 嗯 定义的问题啊 你如果说你如果说跟政府 比较第一线的 譬如说你说跟警察接触 要报告好像也怪怪的 没有必要嘛 所以我意思是说高层可以派一个低层来跟他接触 或许啦 但是如果 但是你知情 无从防范什么 没有 但是没有 他有一个效果 揭露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揭露 到时候人家如果查到你们有见面 对不对 光是 譬如说以我们国家现在都没有规定来讲 你光是有见面这件事情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被揭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这个看起来 如果我们真的是非常严格的执行 看起来法官人权又有 受到 对啊你跟高层接触 你要报告啊 你要你要记录嘛 那你如果有有记录的话 基本上 就没有什么伦理的问题 只要有记录就没有伦理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 如果这反过来就不一样了 反过来你如果被发现你有接触的话 但是你没有主动先揭露 那你本身就构成了法官人权的违反 那就不一样 而不是说现在 那就是有罪责的 对现在有没有罪责 有没有刑者在说 但是一定有刑政陈处 但是而不是说 现在你被发现了 还在那边吵 你还记得那时候陈聪明去跟陈水扁见面吗 去跟那个他的家庭医师见面吗 对不对 那个黄芳燕 是黄芳燕 见面吗 对不对 扯不清啊 他说我只是见面单纯的吃饭 如果有这个制度 没有这个东西了 没有什么单纯的吃饭 你见面没有报告 之后被揭露出来 那你就要辞职了 司法院秘书长吕太郎 在记者会上也坦白表示 如果法官因为个案的疏失 而终身被贴上标签 也有爱民众对于法官或者司法的信赖 这话似乎也有道理的 有道理 但是不完全是 因为那个揭露 譬如说拉丁美洲 他们因为也经历过那个维权时代 然后人民对于司法的不信任跟我们是非常类似的 那他们揭露法官的资讯 除了我刚讲那种所谓司法行政资讯之外 还有法官个人的资讯 法官个人的资讯有一个就包括那个 讲诚记录 那我现在某种程度可以同意说 讲诚记录应该要做一些区隔的原因 是因为法官的奖励不准 我现在先讲行政 不准 不准 不精确 因为跟你管考的方式有关 如果这个司法权里面 普遍都觉得司法院的管考方式 跟法国部的管考方式有问题的话 那那个奖励跟那个惩处都是有问题的 那我这样讲具体的讲就是 他们现在只有重视结案量 结案的比例 但是会结案的法官到底是好的法官 还是不好的法官 是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11月17号星期四 今天进行的单元 给个说法 民间司改基金会的执行长高龙之律师 为我们带来的下一个话题 最高法院辩论要常态化 常态化 我们之前曾经针对最高法院开庭不开庭 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 对没错 现在好像是跟林毅事案有关 那是一个辩论了是吧 对就是开庭就是要辩论嘛 那最高法院是法律审嘛 所以他就是法律辩论嘛 是 那现在是因为最高法院自己也比较积极嘛 那再加上检察官 我们现在检察总长 严大和也比较积极去推动 所以意思就是我检察官已经准备好了啦 那前几天法务部长才去拜会司法院长嘛 那就是在讲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他们讲的其中一件 就是我们检察官准备好了 你最高法院准备好了没有 这样子要常态性开庭了 上门去讨教讨教这样子 那我们准备好了 然后我们来开开庭吧 那开庭很重要 尤其甚至于我觉得 地方法院第一审或第二审的法院 不一定要这样 但是我觉得最高法院跟大法官的开庭 因为是涉及法律审 而且是辩论 我甚至觉得应该要全程转播 应该要全程转播 因为这个本身都是一个非常重要 因为他选的议题 一定都是非常重要 有重大争议的法律议题 那法律议题如何辩论 我觉得某一方面是 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法治教育的机会 然后你辩论之后 如果很精彩的话 其实整个全民的素养 其实往上提升 也会提升公民社会的辩论的风格 也会提升我们在电视或电影 的素材 的素材 包括编剧 原来是这样 你把它翻译一下 不要再 这样会批评到 算了 不要再讲 不要再拍怪怪的戏剧 这个的确有影响 你不要看不起戏剧 如果从长民的生活里面来看 老百姓要提升自己的法律 尝试或间接 但是它很重要一个来源 是来自于这些戏剧 戏剧里面 如果能够提供 关于重大价值的反复辩论 以及在辩论之中 我们看到价值冲突的内在精神 这个是对于文明教育的一大贡献 你讲的完全没错 而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法律文化 正在变迁当中 目前是处于一个过渡期 因为以前在早期 大概十几年前 我刚才当律师的时候 大家都还在讲包青天 大家都还在看包青天 现在没有 少了 大家觉得包青天跟我们越来越 格格不入 包青天是第一位法 越来越格格不入了 然后等到 等到如果有一部电影 或者是一部戏剧通俗的 通俗的 不要讲这种艺术 还是独立制片这一种的 通俗的 在台湾大流行之后 我觉得那个法律文化 就会再被洗过一次 那这个是好的 现象 那也只有到那个阶段 我觉得我们的法律文化 才又奠基的 就是说又沉淀了 到一个程度 又到另外一个程度 那我觉得现在 目前都一直还没有了 我不知道跟我们 现在的影视环境 普遍不好 有没有关系 因为我看到日本 有这样子 那韩国有这个现象 你看日本那个 什么土药日火药日 那种包括有法律 或者经费 这种剧场 已经几十年 它有一个累积很长的背景 那就是从生活里面 去找到它的冲突 而从冲突里面 又能够反映法律 介入的一些手段 或者是介入之后 产生了实质影响 这些都是我公民自己的文明反省 是 而且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话题上来看 延大和总长呼吁 这个要开庭了 最高法院要开庭 门开开 以前他们都是秘密审判 所以他们据说 目前锁定了两个案子 一个是林医师案 一个是原住民的猎人 猎枪案 林医师案大概就是说 它的辩论焦点就是 公务人员收贿 究竟是以法定职权说 还是实质影响 实质影响力说 这个大家应该都 至少都略听一二来 因为这个是从陈水扁那时候 一直到现在 公务人员只要涉及 这个贿赂贪污的话 你要怎么去认定 这个是他的职权范围 或者是不是他的职权范围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 如果你认定是实质影响力 他的范围会比较大 那法定职权说 他的优点是他比较明确 但是范围会比较小 那范围比较小的话 你就可能会放过一些人 范围比较大的话 你可能会冤枉一些人 所以他本身 另外一个案子也很有趣 严大和总长会提出 我就觉得是相当进步的 一个态度 也就是布农族的王光露 在三年以前 拿着猎枪猎杀 保育类的长冲山羊 还有山枪 结果被最高法院依违反 炮弹什么药刀 炮弹 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 对对对 枪炮弹药刀械 他这边漏了一个字 所以念起来乖乖 还有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等的 对 已经判刑三年六月定验了 可是各界医生员 这里头就可以有辩论的空间 对 而且贾总长帮他申请非常上述 以前这种案子是绝对驳回的 坦白讲 所以这个其实要给我们现在贾总长 一点掌声 他愿意提这种案子 那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值得好好辩论 尤其是如果 如果你承认援助民族 有他传统的法律中心的话 那你的想象就会不一样 那个叫做多元法律中心 多元法律中心 就是说援助民族 他有一个法律的核心 跟以台湾现在 汉民族为主体的法律中心 想法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 编论其实就会很有趣 就会非常不一样 总之是在尊重传统文化和保育动物之间 要有一个我们得找到一个平衡 我很讨厌讲平衡点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都滥用 什么哪里 什么经济发展 什么环境保护 要有一个平 怎么平衡 可是这个平衡点 看起来是要发明出来 找到一个折衷点 就好一点吗 这是文字游戏而已 那这个议题还有更多的内容吗 我们还有一分钟不到 希望辩论的时候 我刚才讲 希望辩论的时候 媒体能够关注 然后我也很期待 警察官跟律师之间 辩护人之间的辩论 能够更口语 然后精彩一点 就是口语化 让一般的人民 那当然再加上 如果他是能够转播的话 让一般的人民看到的时候 然后听到的时候 真的能够听得懂 而且能够参与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